NPO日本少年少女交响乐团协会理事长男生一 率团5号拜会了县长徐正卫 表达日本友人对于0403花莲地震的关怀和慰问之情 协会希望可以在花莲举行公益演出 县长徐正卫做的表达感谢 也表示台日友谊长城 NPO日本少年少女交响乐团协会 由理事长男生一一行人5号拜会了花莲县长徐正卫 男生一理事长表示 日本少年少女交响乐团协会 20多年来常受邀到欧美亚洲等地区来公演 7月份原本就有在北部进行公演 但他们在日本从电视得知 0403大地震重创花莲 便希望能够增加花莲的公益演出 为此县长徐正卫在会中表达感谢 双方也就公益演出细节进行意见交流 音乐就是我们所有的全民可以一起享受 而他不是飘高在上或是跟我们有相当的距離 找一些我们在地的乐团一起 不一定可以合纵 但是或许可以我们在地的乐团也可以参与 县长徐正卫也向访团介绍花莲的旅游好去处 并与协会互赠吉祥物娃娃 双方也期盼 希望这一场加码的公演 除了能见证台日的友好情谊 更能鼓舞受灾乡亲的心灵 记者综合报道